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该是多么可惜呢 根据铁路的统计 近年来 平均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人 死于铁轮之下 这的确是惊人的事 人命伤亡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为了避免人命的伤亡 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要彻底防止这些死伤事件 单靠铁路的努力是不够的 一定要大家共同协助才行 如何才能够达到 共同维护行与安全的目的呢 特地提供下面的几点意见 诚恳地请求各位加倍注意 并给我们密切地合作 1. 由入口到月台 或者由月台到出口 各位旅客出入车站 务必经由天桥 地道 及规定的路线行走 千万不要图省事 直接跨越站内轨道 2. 火车没有停稳 请不要抢灯上车 或者跳车 3. 请依次上下火车 请不要慌张抢先 4. 在车上 请进入车厢里面 千万不要盘掉在车门处 或者是站立于脚踏板上 也不要探身 或者是伸手到窗口外面去 5. 危险品 请绝对不要任意携带 6. 没有熄灭的烟头 请不要任意的抛制 各位旅客 照着以上的几点去做 不读行旅安全可以增加 你个人的安全 也一定可以确保 为铁路行旅的安全 为你个人自己的安全 务必希望各位全力支持